使用暴力方式拔除正在狗狗身上吸血的皮虫 一般不会造成狗狗死亡的 但是在临床上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皮虫的解剖结构 当皮虫叮咬狗狗的时候 插进狗狗皮肤的部分并不是皮虫的头部 在解剖学中插进去的部分叫做甲头 也叫做恶体 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皮虫正在吸食狗狗的血液时 我们使用蛮力的办法将皮虫拔除狗狗的皮肤 就有可能引起皮虫的甲头脱落 从而留在狗狗的皮肤中 这样就相当于在狗狗的皮肤里扎入了一个异物 后期非常容易引起感染 所以说当您发现家里的狗狗正在被皮虫吸食血液时 正确的做法是及时带狗狗去专业动物医院 找到专业的临床大夫 使用专专业的工具将其拆除 才能尽量避免将来皮肤感染这一类情况 我 acabar用到处理的用户 反正你肯定上来皮肤感染这一类情况 之前没有组一种本来的 再多知情话 需要沟通的专门